一跪一拜 展现出佛教的禅定和虔诚 有人说当志工不是为了做好事吗 这学佛礼仪又是为了什么 因为慈祭我们到底是个佛教团体 所以我们就是一些佛教的礼仪 我们一定要懂 其实我们在佛教的礼仪 可以达到修身和修行 慈祭雪龙分会为培训慈祠和委员 量身定造了精进课程 希望举手投足之间 能够显现慈祭人文精神 我们把那个心专注在佛号身的时候 我们就脚踏实地 慢慢地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 然后我们就会 那个心就很沉淀下来 今天我们将会演练 就是做这个莲花椅 莲花椅在第三拜的时候 我们会把前面的人的椅背 把它拉上来 这个其实就是方便人家 就是我们要照顾到别人 行 住 坐 卧都要重新学习 并除的是个人的执着和习惯 增加的是团体人人之间的和和之美 那场是我都要用到的 每一天 吃饭怎么拿碗 怎么拿筷子 都是很整齐 我觉得是很好的学习 所以每个人一起坐下来吃 就觉得整体的队伍 真的是很棒 透过佛法的教诲 引导出人生正确的方向和价值 在团体磨练之中 相映出人心最美最善的一面 带新闻零以林奇兵罗国创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